《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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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一字最功人的時候 每一頓每一頓 那時候是長真的 那個不是人過的聲音 他能夠請拿走 借不到錢的時候 我是睡麥當勞 叫一杯咖啡嘛 靠在沙發上去 就是這樣秀一下 這個是人生最悲慘的實況 很無法接受 我喜歡台灣 就真的不想回去 心臟牽病 就沒辦法上班 又兩三個月 慢慢沒有錢 復復出房子 出會幾個人 大總先生你來 你來著 我就定他 以後我想過啊 自己提醒你 我走了 我想做個聊天 我說我這樣多解脫身 有害怕又 我多壓力 我都想過 有可能 跳舞 那時候是在家裡工作 跟家裡人都是處理之外 離開家裡 開始過夜深門 從酒店 查一卡丁裡 到卡拉伯 酒啊 堵啊 有多少 花多少 就是 店關起來 當單卡在那些 根本是沒那個人回去 差不多是睡公園 找那種沒有人的公社 自己沖水 四處繞啊 累累就休息啊 不曉得自己是街友 快三個月 也是有去找工作 可是兩隻腳真的是 不行 痛風走路像機械 後面就是認識一個人 每天拿酒來 不醉不行 自己的問題 然後解錄生命 可是又喝不死 參加一個工作者的活動 然後就想說 可以借酒 就到關到了 這個單位只是暫時 好了 趕快自己拼住 然後存一點錢 租個房子 然後做個小生意 這樣就好了 我以前是做工廠的 那也是老闆一個 那現在就是因為 家裡的便故 也算是一個家草 我太太遇到她的初戀男朋友 就是有意思要跟我離婚啊 她產我賣掉 我公司賣掉 丟三百多元的債務給我 二十年的創業 所有的全部被她拿走 我小孩子她不知道 父子的那種親情也被你破壞掉 只要一想到 我太太那個惡毒的情形 我就會內偶不便宜 我就會發作 沒有辦法工作 沒有辦法開抽 三五年就把我身上的錢發光了 房租戶不及嘛 然後要跟朋友 那個在借錢的時候人家不肯啊 因為麥當勞晚上沒人啊 靠在沙發上去 就這樣秀一下 那個時候我的心就打結了 這個也走不通 那裡也碰牆壁 小孩子不諒解 狗血脫生 對我而來這個過性啊 很無法接受了 就準備自殺 她就幫我打到那個社務單位 請求協助 看心理醫師 然後就開導我 如果說你想東山再起 你沒有放下 永遠沒有機會 那是到七年的七月 我看到報紙 那全球發起之後 禁用宿角吸管 在我們做搞研發人 看到這個消息 突然間靈感來了 這個就是我要的東西 又要環保 又要使用 要經過幾次的修改 所以我就開始申請 我們智慧財產局 就打電話 說你這個專利核准 對我來講 我講十等於是個東山再次 東山是一個玩具店上班 是日本的千葉賢 從日本公司就派來談 東一個樓層的 剛好對面賣空裝 七八個月 爸爸媽媽都來 沒多久就做樓 在日本館 多的時候很多 沒有固定 開銷也那時候太大 所以吃貨 沒有空做了 我自己也沒有錢 一天做一包的時候 都給他拿一百塊 炒起來 好像垃圾 不需要我自然回去 訂了之後 就沒辦法上班 也沒什麼人 兩三個月 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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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 不要不要不要 還辭職的 我這樣 都會記得 跟他帶著 重要的東西拿一拿 他們帶他過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還是想 後來 到現在都沒有空 他也是快樂 打高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還忽然覺得大客 那時候 好像找不到目標 很適合 自己也走得沒有 也有很多 現在是完全改變的 有緣分來教會 可以的話 要長福音